为了挽救市场,最近波音做出什么史无前例的决定? 美国人在报波音丑闻,前工程师一句话披露内幕。 自波音737 MAX出事后,关于波音公司的负面新闻源源不断, 这家航空巨头的真实面目被逐渐揭露, 其代价也体现在波音客机的销售额上, 波音已经接连几个月颗粒无收, 在巴黎航展上,相较于老对手空客可谓是相当惨淡, 而波音并不安于现状,近日却做出史无前例的决定。 众所周知,两次坠机事故都和波音加装的防湿素系统MCAS有关联, 波音也正努力改装,试图早日复飞, 但737 MAX问题接连不断,737 MAX再报一项缺陷, 飞机微处理器存在缺陷,会使机图朝下, 这也导致复飞时间再次推迟,波音这次也是元气大伤, 为了挽救低迷的市场,波音做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 就是罕见的为客户提供飞机的零部件, 同时还遵循美国领袖的建议,为737 MAX改名, 简直就是掩耳盗铃。 事实上,波音737 MAX是波音737装备新发动机的衍生机型, 其设计还是半世纪前的, 安装MCAS就是为了和空客抢占市场, 以节省成本的妥协设计, 同时以节省成本为噱头, 用iPad培训737 MAX飞行员。 近日,波音为了节省成本再报丑闻。 在出事后,我们已经了解到, 波音为了节省成本, 会把737 MAX部分软件外包给低连的分包商, 也为后续故障卖下了定时炸弹。 近日,美媒报道称, 大部分印度外包商雇用了刚毕业的程序员, 时薪大概9美元, 成功将锅甩给了印度。 接下来,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 一位被波音解雇的工程师表示, 波音某经理层在会上表示, 波音不需要高级工程师, 因为他们的产品已经非常成熟。 波音前飞行控制工程师则透露, 为了降低成本, 波音做了任何你能想象的事。 即使将印度分包商推到台前, 但最终还是波音一手造成的。 波音为了市场底线究竟在哪, 我们不得而知。 近日737 MAX成功通过FAA审查, 也难以让人信任, 因为FAA也曾将安全认证外报给波音。